闹腾两年多的新冠肺炎还依旧坚挺之时 最近又出现一种不明原因的肝炎 并且还专门逮着年幼的儿童下手 早在4月5号 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宣称 他们获悉苏格兰中部10岁以下儿童中出现10例 病因不明的严重急性肝炎病例 直到上周六 世卫组织再次警告大家 这种不明来源的急性肝炎病例 在儿童群体间快速增加 甚至已经出现了死亡病例 这个来路不明的肝炎到底是咋回事 跟上大家人心惶惶的新冠肺炎到底有关系吗 今天咱们来看一下 根据社会组织公布的数据 目前累计有12个国家 至少报告了169例儿童病例 其中114例发生在英国 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卫生安全局数据报道 患者多数年龄在5岁以下 79例出现在英格兰 14例在苏格兰 其余在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而美国方面虽不严重 但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通报 阿拉巴马州已发现 9例儿童急性肝炎病例 包括3名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 需要进行肝脏移植 西班牙也报告了5例 不明原因儿童肝炎感染病例 其中1例需要进行肝脏移植保病 除了上述国家外 出现这种无故肝炎病例的国家 还包括丹麦 爱尔兰 荷兰 意大利 挪威 法国 罗马尼亚和比利时 其实不光欧美国家 就在小编发稿当天 也就是4月25号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消息称 日本国内也出现了首例 可能患有这种急性肝炎的儿童 这意味着 这种急性病症 目前已经传播至亚洲 说起这种急性肝炎的致病原因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给出明确答案 世卫组织说 经实验室分析 已排除这些病例 由甲乙丙丁物性肝炎病毒 导致的可能 从部分病例样本中 检测到了新冠病毒或腺病毒 英国卫生安全局说 英国的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 与新冠疫苗无关 因为患儿中 无一人接种过新冠疫苗 总之就是不能确定原因 人类面对未知 总是充满了恐惧 不过其实对于这次突发肝炎的研究 也并非毫无头绪 英国卫生安全局数据显示 77%病例的腺病毒检测呈阳性 英国卫生安全局主管临床 和新发感染事务的米拉钱德说 我们通过调查收集到的数据 越来越明显地表明 肝炎与腺病毒感染有关 不过 我们正在彻底调查 其可能的因素 美极控中心在警告健康中称 虽然有免疫功能低下的儿童 因感染腺病毒41型而患上肝炎的病例 但目前还不清楚 它是否是导致健康儿童患肝炎的原因 说起腺病毒 一般大家都将其当成流鼻涕的最会祸首 可这怎么会引起对孩童致命打击的肝炎呢 新冠疫情以来 人们为了避免感染 始终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儿童的免疫力 使孩子们更易感染病毒 理论上肝炎通常由病毒感染或饮酒导致的肝损伤引起 因此儿童患上严重肝炎是非常不寻常和罕见的 所以有研究学者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腺病毒与另一种病毒一起感染后 由病毒之间相互作用引起了新症状 而这另一种病毒不排除新冠的可能性 世卫组织表示 其实4例病例中检测到腺病毒 其中20例感染了新冠病毒 19例同时感染了新冠病毒和腺病毒 美国儿童科学会David Hill博士表示 腺病毒是主要嫌疑原因 但尚未被证实 这些病症的原因可能是全新的 或者是一种不断演变的感染 由于新冠还没结束 所以新冠也成了科学家们的合理怀疑对象 4月20号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詹安在接受采访时就提出 这种极性肝炎不排除是由新冠病毒的变种 或者亚变种 比如奥米克隆等犹发的 以色列卫生部也提出了类似的猜测 因为12例确诊病例中 有11名曾经感染过新冠 同时欧洲疾控中心也提出了上文提到的假设 那就是过去两年 人们在防范新冠病毒的过程中 一直要求戴口罩 孩子们也减少了接触病毒的机会 相当于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 但现在口罩令解除了 孩子们在接触到病毒后 就出现了严重而罕见的感染病症 不过还是那句话 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调查研究还在继续 所以不能直接下端论 说到预防这次肝炎的传播 假如真的是腺病毒导致的 那其实还算是补兴中的万幸 因为预防起来并不难 比如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 至少20秒 并帮助幼儿也这样做 还有就是避免用未清洗的手 接触眼睛鼻子或嘴 最后就是避免与生病的人亲密接触 目前这种不明原因的肝炎传播 可能还处于萌芽阶段 但谁也不知道 它会不会突然全面爆发 就如两年前 没人会想到 当时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 能够给人类带来如此大的灾难 所以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 尤其是有孩童的家庭 更要小心谨慎 预防新冠肺炎的同时 还要预防这个新型肝炎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